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会加油 不会放心治疗 这个躺在病床上的女孩叫小雨 她和黄晓明是在2015年的某档综艺节目中认识的 你很难想象这样一个阳光开朗热爱舞台的年轻女孩去身患白血病 正在不断地与死神做斗争 因为你知道这个病是很难治的 所以我很希望可以通过我的方式能够帮导她 然后也通过我的人生经历能够让她开心 记得当时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跟我说 说小明哥哥我很幸运有个男孩子要娶我 很爱我 她说我要办一个婚礼 她说但是医生不让我出去办 所以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我跟我的工作人员说 我说如果她真的想要的话又出不去的话 我们就找做电影的美术师 在病房里或者在医院里边给她搭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场景 因此一边默默承担起小雨的骨髓移植费用 另一边黄晓宁还积极地为小雨策划一场梦想中的婚礼 看出瞬间别让她再流浪 从前我太适应悲伤 你的出现在无意中 去深深寒度我 我问你会来吗 我会 我会 你说你带着威比姐一起过来吗 好啊 好啊 作为一个艺人 黄晓宁的公益之举远远不止这些 而这个公益心的起源正是来自于小时候 家人潜移默化的熏陶 在家里边很穷困的时候 有外边的人到我们家里边说是讨吃的 我的老老爷还把家里边唯一的吃的送给他 然后自己饿着肚子还不说 你会看到黄晓宁常年奔波于各个山区的学校 去帮助那些家庭困难的孩子们 让他们更加勇敢坚强 以后反正是你们找到这个方式 我们就长期地去帮助小孩 为了减少老人与孩子的走失问题 发起了防走失黄手环计划 希望大家都能主动帮助身边 黄晓宁就独自承担起四川 四十多位贫困学子 从小学到高中的学习费用 2008年汶川地震 他更是亲父灾区救援 之后只要哪个地方遭遇自然灾害 黄晓宁和他的公益团队都会尽力伸出援手 我就在慈善在那个天津大爆炸的时候 成立了一个真心英雄的基金 就是为了帮助那些 为我们付出的那些真正的英雄们 他们才是值得我们最尊重 可以说十三年的公益之路 已经让慈善完全融入了黄晓宁的生活 黄晓宁和杨颖结婚后 他更是带着妻子一起加入了公益事业 两人联手捐赠了三十所博爱小学 资助五百二十七名弱势儿童 捐赠了十三辆爱心救护车 两人甚至还在过年期间 一起探望不少空巢老人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 黄晓宁累计捐款捐物四千零一十七万元 号召募集各类善缓与上亿元 对公益事业如此大手笔的投入 也难怪小两口会被中国慈善家杂志 评选为二零一六年年度 最具影响力慈善明星 作为一个演员的身份 要能够跟我的夫人贝比 一起拿到这个奖 我觉得有点受宠若惊 其实我觉得这都是应该做的